你刚刚回到香港 问隔离了一会儿 其实你在泰国的生活应该步伐慢一点 很慢 有些事就视乎你自己的心态 看看你对日子有多少要求 我先看看你的照片 第一个快乐 Rebekah的Profit Dining做私房菜 对于sir全部都很漂亮 多谢 至少是一个灰天暗地的香港的感觉 你那里的阳光充沛的感觉很强烈 这个是你家里 现在住在那里 有私人永迟 很讨厌 我很喜欢我选择这张卖广告上 这个就是你私人的私房菜 没错 那是不是早晚也做的 其实是可以这么说的 总之是预约式 我们有下午和有夜晚 如果还吃私房菜的话 无论你选择广东菜 我们都去看看有没有人来的 可以这么说 但通常我私房菜三天前预约 所以其实所有东西都是预计好的范围 所以在下午或是晚上可以选择 有些朋友真的晚上玩到很晚 但始终都是民居附近 我会说大家最好10点就离开 但如果你也很想多喝一会儿 但无论如何我都呼吁一下 如果大家的100D纸有 想去青蛙探路 又或者想静一下 又不是很多人 即6个人左右 都可以来入住你那里 她和她老公都经过狗经训练 狗经训练 完全没问题 可以做对头带你周围 这就是你的招牌奖 然后下一张是什么 就是你的菜单 先看看 我手握的菜单 早餐那部分 我和你刚才提过 早餐我最早开四五六 早上我吃早餐有手冲啡 早餐有咖啡 没错 我自己都是选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你之前学过画 我学过 我学过 我学过冲咖啡 我学过滑画 我也学过滑画 你说我想问他冲咖啡 因为那些字是那些书法 所以我觉得你也应该学过 我很喜欢这些 这些东西很多人在香港都想实行 开一间小咖啡 但有时候又未必做得到 所以有点难度 我们是不是看不到照片 我们都是在家 没问题 其实在那里经营 主要是做中菜多些 中菜 香港菜 香港菜 香港菜你最拿手是什么 香港菜我最拿手 我妈的家传豉油鸡 那里的鸡是否好一点 我觉得那里的鸡是很好吃的 比我想象的是肥大隻 反而找小隻 一斤附近的鸡是难找的 一斤重附近的鸡 要大隻的 通常是两斤嶺 其实很大隻 两斤嶺 如果你两个人吃很难 没两个人 因为我的私房餐厅最少四个人 如果两个人来怎么办 他一定要叫物朋友 可以的 我没说不可以的 两个人自己已经不会来 两个人已经不会来 他通常听到我 最少设计要四个人 通常会叫多两个朋友 如果两个人想过来入住 而且吃饭 那另外一件事 所以有谈的 你有照片看了 这个就是你的咖啡 画出来 下一张是什么 这个就是早餐 挺漂亮 甚至是那里的空气好 拍出来的照片特别漂亮 其实有时候 我觉得早上的阳光 我们经常说打世界光去拍照 拍食相 其实什么灯都不用打 光很油 然后我的早餐里面 就是我自己做的烧刀 这个是Brioche 然后有我自己做的Granola Brioche你也自己做 不是吧 Brioche自己做 Oh my god 发色油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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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Granola 也是自己焗的 然后有自己叶式的Picco 很奢侈 让东西都自己做 自己做 酱油也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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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那个欧洲人自己叶过的 对吗 没错 这件事挺开心的 很开心的 而且在香港 你怎样有心做一间咖啡室 你都不会让东西自己做到 因为成本太高了 是呀 是呀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值得去试 早上全餐 下一张照片是什么 看看 这个是面包 应该是吧 都是 其实有三款的烧刀饼 一款是Brioche 一款是Ficaccia 第三款是Optional 有时候是Bagels 有时候是特发性的做的其他面包 我试过做葱的包 紫薯包 不定的 看看我这个礼拜想吃什么 明白 这个也帅哥 下一张照片是什么 看看 这个是Ficaccia 焗起了之后 刚才还没焗的 没错 再下一张照片 你有个同事 看看 好像酒店的感觉 这个是因为我 有酒店订我的包 其实我也是 有些意料之外 有朋友介绍 他的包挺好吃 这个是酒店的Chef 他们也有搞一些特别的VIP晚宴 我有朋友留言给我 他说12月想去青蛙靠我 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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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试订了 很开心 其实很开心 因为Chef吃过 然后他觉得可以订 在一些特别的旅行里面 服用自己的饭 很榮幸 很厉害 很厉害 然后下一张照片呢 下一张照片呢 下一张照片呢 另外我很喜欢烤Rine的Country Bread 我以为这个是沙刀 也是沙刀 也是沙刀 不过就是圆过 然后再切片去做一些 我形容的就是几款的芝士夹包 很棒的 你再煎煎煎又焗 最棒是你自己做到 因为家里 现在香港 有时候你的焗炉 根本就不是那个尺寸 你根本就做不到 其实你少于厨房 要这么大 这些就奢侈到爆了 这个就是Dutch Baby Pancake 哇 因为其实有些客人 如果他整天回来吃的时候 因为我也很差 我设定了那个餐 总之早晨全餐就是早晨全餐 如果他吃过几次 我都心有愧 于是说 我今期做其他东西给你试 到后来的信任 就是他们会 不要紧要你做 你觉得好吃的 你拿来 我其中一次就做了Dutch Baby Pancake 这些大堆头的Pancake 其实我甚至乎 会叫他们 你们不要叫几个 你们应该叫一个 一起分享 他们经常觉得 我按着不让他们叫很多东西 不想浪费 也是的 有些可以打包 可以 但你又不是很想 因为打包的时候 质感不同了 而且碟不同了 整件事真的差很远 也是 所以我想就是last resort 下一个就是分饰了 一个一个 那些碟都很漂亮 没错 其实泰国 尤其是泰北 我刚才提到有一个地方叫Lumpun Lumpun 他做陶瓷是很漂亮的 但不贵 不贵 这些就是吗 是 碟海南天 很漂亮 我觉得他们 总之池气的餐具 如果有一天你们过来看 我觉得你们都和我一样 尋寶尋得很开心 很瘋 我想很多朋友都会很开心 因为有时候去青迈 如果没有人带你去 你看书 有时候你都去那几样东西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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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中心 湖城河 然后上到 二千尺 那个庙 然后走 但就不一定知道 那么多东西 所以 如果大家去青迈 就跟我一起去 留个行李箱 就是买家的用品 没错 再下一张 很开心 也是早餐 也是早餐 这个也是沙都的pancake 所以去你那里吃brunch 是很开心的 是的 而且通常我的客人 可能最早是想着 有点赶着走的感觉 坐着就不肯走 然后有个客人 曾经跟我说 我可不可以带一些画具来画画 我可以 as long as我没有其他人要进来 我可以的 还有我觉得我到泰国 是因为很多水果 你看到毛花果不是入口 我想说 他们现在开始有很多温室 自己种毛花果 比我想象中 还有他们也有很强烈的 不时不食那种概念 譬如我们在香港 常常觉得 糯米饭的芒果 是不是全天后都觉得有得吃 其实是的 但不一定最好 没错 其实是过了四五月之后 在泰国是不好吃的 甚至乎我们走入超市场 五月其实在香港还买到芒果 五月底到六月 其实在泰国是买不到芒果 你可以用很高的价钱 买一些不是时令的芒果 明白明白 所以有很多时令的水果 配到早餐是很开心的 明白 接着下一张照片是什么 这个很搞笑 有没有觉得有广东的口味 像肠粉的感觉 真的叫肠粉 真的叫肠粉 那你怎么样 我自己卷 找个尖 但你之前是学法国菜的 我学法国菜的 我学法国菜的 但你这个是怎样学回来的 就是上youtube看 其实我临离开香港之前 我在图书馆看了很多粤菜的书 但我当时想自己做给自己吃的多 我没有一心想着我煮了广东菜 就是想着腐胃老公 想着腐胃自己的胃和腐胃老公的胃 明白 后来总之在我的书里找一些道具出来 还有再试 因为其实有些工具我没有 简单来说我没有工具 当然像你刚才所说 再加上youtube上看别人怎样做 事情怎样会有肠粉 因为我有些客人也是 即是来吃西式早餐 每次都是 是我的客人主要求 我很久没有去香港了 我很想吃肠粉 你会不会做到肠粉 可能在他们眼中是很容易做的产品 我可以试一下 我想是他以为街边的东西 你应该一下就做到了 其实后面有些照片 也还有其他广东的早餐 如果没记错 即是有糯米鸡 糯米鸡有什么 下张照片 是糯米鸡 糯米鸡你也做到 蒸笼是我之前在其他地方买过的 不过我那里也有蒸笼购买的 但找荷叶是找到我吐电 所以这些过程也很有趣 平时糯米当然容易找到 泰国人很喜欢吃荷米 尤其是泰北 但其他的配料真的找到我头昏昏 甚至乎腊肠 泰国其实自己也有自己做腊肠 但他们的腊肠是甜的 是的 也是华人的腊肠 但甜味 然后有些朋友很有心 寄妈 寄妈 广东的香港腊肠 过来试 可以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入到 我收到 然后 以前吃惯的腊肠 没有这个概念 原来这么大的分别 香港的腊肠 有很香的酒味 泰国的腊肠是很厉害的甜味 所以就有分别 所以口味就很不同 很不同 最后一张照片是什么 就是糯米鸡包的过程 我想告诉别人 明白 好 再下一张照片 这个就是做私房餐厅的时候 当时有多少人 十多人 八个 好像是八个 真的好像一家很健康的私人餐厅 我觉得最惊讶的是什么 我的客人 这个是最夸张的 我想说 他因为慶祝BB女生日 其实BB女真的很小 因为刚刚满一岁 但其实享受的全部都是大人 然后他们真的好像搞活动 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 就是因为他们找一个摄影师来拍 怪不得 拍到很专业 然后还要放在我家的墙上 你看后面的照片 你就会看到 下张照片我看看 这个是另一张 一路由日头吃到晚上 再下一张 再下一张 你应该会看到 好像有人结婚 我以为 没错 他们找了小朋友生日 小朋友生日 很夸张 我最初看照片 真的以为有人结婚 做婚礼活动 我想他们跟我说 觉得我应该走这个方向 觉得我应该要搞多些 我想你真的要听 他们有钱 是 搞宴 但真的要做死 你要多一个人 分分分钟 如果真的要做这个 或是做企业 我看下张照片 看到你整间屋的全貌 应该是吧 是 很可爱 是 小屋 其实是小平房 不是真的想像中那么大 但露台很大 露台很大 露台很大的 所以如果以民宿角度 这里又住得很舒服 如果你被人住 也是住在楼上 是 没错 那很开心 楼上有一间房 楼下有一间房 其实我当时有这个想法 因为老人家就不用上去 你真的想得很细緻 其实我和我家人的关系很好 当我在构思这件事的时候 我妈还在世 我妈其实就不能上楼梯 我说不行 楼下一定要有一间房 所以我们一间房 也有自己的厕所 不需要走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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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有个听众现在听着很适合 因为他有老人家 刚才他就说想来清迈 是 现在他这样开心得爆 是吗 很开心 那他自己准备来 听首歌回来继续做节目 接着听首日本歌 为什么 因为我很喜欢滕井峰 一个新进的日本R&B王子 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 Kinani Kinani是什么意思 Kinani是闪亮闪亮的 ok 听这首歌闪亮闪亮 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好